给你们看看我们工厂食堂的全景图,食堂还是那个食堂,可是饭菜不在依然,忙着吃饭的人们,看看我们的伙食。 早上一碗阳春面,价格六块,面上只有一坨肉丝,和外加的黄瓜小片,公爆鸡丁,酸豆角,和炒白菜,还有汤和水果,每次的水果也很新鲜,水果也不一样,萝卜汤很好喝,而且可以无限续杯。 我一次喝了三碗,有时还会有小海鲜,小菜什么的,也很好吃,今天是小黄瓜,在好一点的时候,还有和鱼和红烧鸡腿。 但是一定要早,晚一点啥都没了,还有我最爱的桃子,我都会把它留下来慢慢吃,其实食堂开始的时候做得很不好吃,然后听说有人跟领导提意见,后来领导就说饭钱收拾快改善我们的伙食。 我们开始都很反对,毕竟工资不高想多赚点后来伙食变了之后,反对的人也渐渐少了。